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破案的女排教练团 神秘人物曝光 难怪蔡兵带着耳机 她在背后不信测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国女排的相关消息 众手周知 在今天 凌晨 中国女排将会迎来本次四年赛的第2场比赛 那就是迎战强大的土耳其英女排 那么本场比赛 土耳其英女排坐镇局场优势 而且是以传举例阵容 去战 因此 中国女排将会迎接 更大的挑战 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 很多球迷 依然对于上一场中国女排 战胜荷兰军排的比赛 亦有未尽 因为中国女排 时隔这么长时间 再次亮相国际赛场 马到了开不红 因此 很多球迷希望总结了成功的经营 帮助中国女排 接下来能够取得更加优秀的成绩 那么在近期 中国女排攻准队员 张超宁 在央视 接受采访 也是谈到了首场比赛的成功经验 那么当时张超宁表示 蔡兵子的两次换人 非常的重要 第一次 就是用 亡人录 替换 经验 六次 就是利用 丁霞 替换 凋零 这两次 观景的换人 也帮助中国女排 逆转取胜 那么在首场比赛中 很多球迷还 关注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 在整场比赛中 蔡兵子在 场兵 进行临场 执教的时候 偶朵上面 一直都带着偶 偶起了 从现场曝光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蔡兵子道有几次 还在细心的聆听 偶鸡那边传过来的声音 很多球迷也认为 应该是有场外高人 在 指教蔡兵子道 给蔡兵子道 取谋信策 那么这位 神秘人物到底是谁呢 那么在近期 那么 这位女排教练 团队的神秘人物 也是钟如曝光 他就是 来自清津市体育局副局长的 李三 众所周知 在本次 屈指名当中 并没有屈信李三的名字 那么现在 李三 来到中国女排的 比赛的场面 在教练席中 也是 承担了重要的 工作 那么 很多球迷 都在讨论了 蔡兵子道 在比赛过程中 带着偶鸡 到底是在 听谁给他 取某信策呢 有的球迷认为 是不是 可能 是狼品质的 我个人认为 这种可能性很少 很小 因为 现场直播的比赛 即使说 狼道在电视机前面观看比赛 想要 取某信策 有时差的关系 也很难及时 传递到现场 那么 最有可能的 就是在 教练席团队中的荣物 也就是说 在比赛 现场的荣物 那么 除了 女排教练组的助理教练之外 那么最有可能的 就是 李三指导 众所周知 李三在运动篮时期 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女排国手 在2004年 雅典奥乐会期间 曾经 帮助中共女排 夺得冠军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接应欧传手 那么 在 天津市 体育局 任职期间 那么 李三指导 对于 天津女排 也是做出了 非常巨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 本次中国女排的 核心注册中 李盈盈 阮兴月等球员 都是来自天津女排 而李三 对于天津女排的 对员 非常的熟悉 对于他们的积蓄特定 也非常的熟悉 那么因此 在比赛过程中 当中国女排 遭入困境的时候 不排球 李三指导 会在背后 取谋兴奋 那么这就好比 是之前 郎平指导 和赖亚文指导 自己的关系 那么现在 李三指导 在背后 为蔡兵指导 取谋兴奋 很多球迷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么我们也希望 有了李三指导的 宝贵敬意之后 蔡兵指导 在接下来的比赛 能够取得 更加优秀的成绩 大家认为 请记得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